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多跌198点 收盘跌140点 我觉得是跟大家讲过了嘛 为什么会跌这么多 人家南韩 日本 香港都没有跌那么多 为什么要拌这么多 因为外资故意要把台北股市给打下来 外资昨天卖了143亿 那外资为什么这么恶劲 要把台北股市给打下来呢 因为外资做错掉了嘛 外资台子旗进多单 台子旗没了料 变成进空单692口 外资做错了 为什么说外资做错了 你看之前在12000点的时候 进多单4万口 3月最危险的时候 它还保持进多单5万几口 在13000要冲关的时候 还有4万多口进多单 结果开始冲 它一楼买一楼买一楼买 反而变成进空单 5年来首见 5年来第一次出现进空单 可能你会觉得说 那是不是外资看空了 不是 他做错了 为什么说做错 4万口的进多单 你只剖去就好了 你把它抱上去 长了1000多点 从13000涨到14000多点 你就赚翻了嘛 你沿路卖沿路卖 卖到多单卖光光了 是不是做错了 做错了怎么办 只有硬着头皮 打到机会就要把台股 给打下来嘛 所以昨天亚洲股市 小跌而已 台北股市跌这么多 因为外资故意打下来 要求的 结果昨天打下来 涨打下来 外资 没求 还是进空单992口 那来不及减 今天一开高又看那么高 要怎么 还打一遍啊 所以外资又故意 从开高一路打下来 变成跌168点 所以说 外资是股市的大流氓嘛 为所欲为嘛 那打下来之后 尾盘再把它拉回去 大换股 大换股 外资间卖了20亿 买723亿 卖743亿 打下来之后 买到去 大换股 你知道今天台北股市 跌168点的时候 你看南韩是大涨 创历史新高的 日本也是很强的 所以尾盘为什么会拉上去 南韩间 再涨1.2% 创历史新高 22%啊 台北股市 从开高跌 变成168点的时候 南韩还大涨 尾盘涨0.8% 所以台北股市 自己砍自己 外资故意压低 亚洲股市都很强 所以买盘一定会拉上去 这样看懂吗 水间盘中 跌168点的时候 有一些会员很紧张 老师要不要卖股票了 好高哦 很危险 要购吗 我就说买盘就去了 买盘就拉上去了 因为看南韩大涨嘛 外资在作怪而已嘛 结果国安委盘就上来了 那你在间跌的时候 你去台阶 但如果是高涨股票就算了 如果是底部刚要起来了 你去杀 就错了嘛 就不丟掉了嘛 所以股票投资你心要定 不要随着市场起伏 你随市场起伏 你就贪不钱了 你永远在追高杀低了 礼拜四 美国股市 小跌6.9点到穷 一点点啊 那斯达克非常不好看 都这么穩到 那美国人家这么稳 你台北股市 在跌个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对不对 大家的问题嘛 美国股市这一波 咕咕痠痠痠喔 我一直提醒你 历任美国总统选后 都是大多头 这是2016 选前胶着 选后大多头 2012选前胶着 选后大多头 所以当时在选前的时候 全市场之后 林何彦敢告诉你 选前胶着 选后一定大涨 你看费成胶体 涨了27%了 起起落落 没关系 重点是 后面是一个大长多 后面是一个大长多 这样懂了没 所以指数涨多震荡难免 没关系 你如果做基手的人 可能你会比较关注一点 那你如果说以股票为主的人 那你就放心嘛 重点就在个股身上 现在涨到1万4了 你是不是心里又有个疙瘩 1万4了会不会好高 会太高了 1万2你也嫌高 1万3你也嫌贵 你看当时在1万3的时候 我也是告诉你 一点都不高 你不要用现行去看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是总和的 12682 182加 现在960几加了 1万3怎么会高呢 你看到讲完之后 是不是又涨了1000点了 那现在到了1万4了 很多人还担心 是不是涨很高了 人真的是矛盾的动物 涨了1971点多不多 确实是蛮多的 我这两天特别把 所有全球股市涨跌幅 整理一下 你知道这一波涨最多什么 谁你知道吗 从11月开始 涨最多谁你知道吗 俄罗斯33% 想不到 第二名 费成半导体27% 南韩 涨了22% 也不错 东南亚 菲律宾 印尼 泰国 都去20几% 我们15%是什么 水平标准而已嘛 欧洲涨最多 法国24% 我们15%而已啊 所以不要再去怕再去 这波涨最少是谁 中国大陆 大陆只涨8%而已 大陆从第二季开始 疫情控制住了 景气快速回升 为什么这波涨最少 因为川普剩下最后的几天任期 继续打压中国大陆嘛 所以中国大陆被川普压着打嘛 所以才涨8%而已嘛 所以十八五期1900点15% 没算多 所以不要去怕自己 你知道记得我跟大家讲的 12月重点在个股 12月重点在个股 起管子你不要去堆 买底部就好了 买底部就好了 现在还有一些底部股 要开始一档一档上来 你怕买错 我要请你来参加我礼拜六的讲座 礼拜六下午台北上的讲座 新的底部起涨股 新的底部起涨股 我告诉你哪些股票 刚要接棒从底部上来的 拜托你来听 礼拜六下午台北上的讲座 新的底部起涨股 你可以一边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那你如果真的没有时间来 那直接跟我一起坐嘛 外资座帐50机枪 我带你布局未来 有机会起50%的股票 我只买底部基欧股 你们知道 我不买投机股跟机差股 买底部基欧股就会贪大钱了 30% 50% 都贪得到 所以你如果真的没办法来听我们讲的 你直接加入我的行列 我直接带着你做 你看最近两个礼拜 全市里面最重的什么东西 记忆体跟面板嘛 对 我最早讲的啊 我高级就开始讲啊 美光我就开始讲了啊 当时没有人在看好嘛 美光是不是大涨 对我说完之后 大戏 记忆体的部分 一开始我就点名 世界先进 联电 南亚科 华邦店 望虹 不过你们每个都买嘛 所以比较获利 毛利率 最好的就是望虹嘛 我在讲望虹的时候 全市里没有人在讲 第一波卖掉24% 押回来再做第二波 是否冲出去了 你要养成 法人还没买 你先买来等 等法人归对了 就帮你抬教嘛 不要去追强势谷帮主力抬教 那最云 你知道吗 那最云 你看望虹一路去 46块到 这样两波段加起来 是否70% 那是否最轻松 礼拜二开盘前 8.43分 望虹 开盘后获利出清 当先开低 不计价钱 全部卖掉 我不用卖在最高点啊 我这样两波段加起来 就大概60%啦 就60%啊 所以买底部的好处就是这样啊 当你想卖的时候 你可以不计成本的卖出 那你如果追高呢 你就进退两难啦 是不是 两个破断下来 望虹赚了60% 那拜日买完后 我在节目里面就跟你讲了 记忆体不够还没了 不够还没了 危险嘛 为什么 因为营收都衰退了 开始进入淡季了 你看我说完后 昨天记忆体股是不是大跌 是不是大路 今天记忆体股是不是要继续跌 我拜日就叫你不够买了 高级就开始讲了 拜日买到大家说不够又买了 这两天很多人还在讲记忆体股 这完全都错掉了 你看晶圆店也是啊 礼拜二开盘前36块没了 一个破断上来卖掉 卖掉 今天剩下35.3了 你们带进带出 威钢10月26 61块钱买 12月1号上礼拜里 62.5再买 62.5再买 涨停 大涨 量太大了卖掉 这样一星期 19%够了啊 卖掉我就不再追高了 虽然威钢还继续涨 也悠然了啦 我待在吃败的吃败的丢 你又去我卖了啦 我的故事就是我的第一关 我在找底部的股票买就好了嘛 对不对 我干嘛去追高呢 你看日月光也是啊 外资作帐 我第一档挑的就是日月光 也是在最低点 是不是又是先买来报 先买来泼 等法人来帮我们抬轿 继续涨 你这样就快40%啦 要40%啊 礼拜三营收发布 创历史新高 年载四五个 昨天大跌日月光继续去 夹会税啦 今天日月光是跌啦 啊跌就跌嘛 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要洗盘 后面会再去 今年获利成长50% 人肯定都已经摆到每年六个期了 排到明年六月去了 日月光的ADR也创去年高点了 这样40%两个是不是很好啊 买最好的股票在底部的时候 法人还没买 先买来担 买来泼 这就是赚大钱的方法嘛 你要学习我这样的方式 没有必要去买那种小型筹码股 两亿三亿 然后人家主力已经买完开始在拉了 你才跳进去帮人家抬轿 太辛苦啦 危险啦 你看穿穿也是啊 要不去我就开始讲了 要注意哦 九户时 九户三开始买 十户银又加嘛 买完之后 又涨停又大涨 又涨停又继续涨 今天又涨 我的做法就是这样啊 全市场之后我在做群创啊 全市场之后我在带会员买望虹 带会员买日月光 带会员买群创 我买完之后外资全部都进来了 我买到两亿三亿的小股票 那种投机股 那不是正确的投资概念 是不是又是 先买来等 等法人回来帮我抬轿 我这种做法是最轻松的 一波浮起来 两星期四十七趴 现在短线指标高了 你不要去堆 夹要切 等有下来我再带你买 群创又起 你看国际间 五百二十六块 有没有很开心 三百二十四块 开始买我开始讲了 值得一堵的好股票 长也讲 爹也讲 每天讲 是不是又是买来等 等法人归队帮我们抬轿 是不是又是一模一样 四百七 五百零二 越去越高了 五百二 哦 这样有爽吗 两个多月 一百万坍六十万 有爽吗 昨天外资出报告了 六百五了 六百五了 可能你会问 六百五真的会来吗 我不是主力我怎么会知道 六百五是合理啦 为什么合理 早就给大家看过了 太阳诱垫已经涨到 相对于国具 川田制作所相当于国具668 太阳诱垫相当于国具674 所以外资喊六百五是合理 至于会不会来 我不是主力我不知道啊 可是我三百二十四买的 我三百六四买的 我赚两百块啊 我有本钱来跟他博嘛 你看今天早盘 五百二十六打下来 你如果去买队罐的 你敢动得掉 我们买三百二十四买的 在杀的时候 我们会员还在咳瓜子耶 还在泡茶耶 一点都没影响 一点都没感觉 那买盘是否又买下来啊 所以你要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你就会贪大钱啊 昨天外资在大换股你知不知道 昨天外资卖一百四十六亿 在大换股你知不知道 买超第一名国泰金 第二名开发金 第三名富邦金 昨天外资在大换股你知不知道 今天会员赖给我 老师你真棒 你又押对了 富邦金四十二块钱买进 富邦金四十三块半买进 一直买富邦金 四十四块了买 四十四块了买 四十五块了买 今天直接开高 四十七块钱 外资昨天开始买 我是不是又领先 买在底部 等法人来帮我抬轿 领先买在底部 让法人来帮我抬轿 富邦金的钱了多少 不要听他们讲 还有好几档 底部刚要起涨的 礼拜六下午台北堂的讲座 新一波的底部起涨股 黄众佛电话 短暂进来报名 今天很高 学生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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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雇 华信投雇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雇 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我在现场 外资在大换股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吗 外资在大换股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看我是不是又领先外资布局 领先外资布局 领先外资布局 是不是又领先外资布局 外资回来帮我抬轿 领先外资布局 外资回来帮我抬轿 会去哪里 会去哪里 还有哪些底部刚要开始起涨的 你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礼拜六下午台北上行讲座 新的一波底部齐涨股 不然你要买不到就麻烦了 人的愿邀请你来听 那你如果真的没有时间来听的 那直接加入我的行列 外资作帐 外资作帐50机枪 我带你布局 后面两个的 会去50%的行情 我只买底部 我没有在队管 我只买GEO股 我不买投机股 像我这样做 30% 50% 很轻松 资讯费一天一个便当而已 而且我带你进 我都会带你出 我带你买 我都会带你买 我都会带你买 这点你放心 你看原项 是不是买底部的 大气 买掉 是不是落下了 掉下来再买 买完之后 是不是又漏了 是不是又涨了 那这样两天又11块钱啊 第一波 整理 准备再做第二波 感测元件 涨价三成 这是目前最夯的电子零件 起家起三成 已经连刷四股的 营肃创历史新高了 你看金测是不是 也是买底部的 不然之后 大气 23% 买655 要买 光是这样子 一张就15万啊 10张就15万啊 那金测我就不减回来了 为什么不减回来 因为进入淡季了 进入淡季我就不要了 有旺季的股票 那何必去做淡季的呢 对不对 所以再走旺季的第一波 食堂股又买 你看茂林也是第一波 白起来卖掉 18块买掉 预告会要打下来 打下来 礼拜一的时候 112 110 又买下去 礼拜二就大涨了 礼拜三又继续涨 昨天大跌它还是涨 一支咖 两支咖 三支咖 底部不出来哦 是不是又是一张底部的起涨股 你知道茂林 11月营收成长140% 因为苹果笔电大热卖 茂林专门提供苹果笔电键盘 接下来12月还会再成长 股价从150下来的 我是不是不追高 是不是又是买底部的起涨股 还有哪些股票是这样的情况 我演讲会中就跟你讲 我没可能全部都讲啦 我全部都讲了 就不用来听了嘛 对不对 也不是 不是我不想讲 因为节目时间很短 每天只有20分钟而已 我演讲会长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可以慢慢的讲 为什么这支股票会大涨 它的原因在哪里 利益点在哪里 我可以慢慢的跟你讲 我可以慢慢的告诉你 听完之后 你有信心了 那你就抱得住 抱得住 你就能够赚大钱了 所以礼拜六讲座一定要来听 你看这支 我一直跟你讲 外资作涨重点股 持股40% 我叫你要紧锣却 你看我64块半买 66块钱再买 是不是冲出去啊 是不是冲出去了 这支什么股票 会去哪里 是不是要继续涨 这支会去哪里 现在还在六字头 我跟你讲 这支股票 会见三位数 这支会见三位数 这支什么股票 我演讲会长跟你讲 打电信来报名 礼拜六下午台北厂的讲座 新一波的底部齐涨股 新一波的底部齐涨股 我推荐给你绝对都是 获利相当棒 获利创新高 股价完全没有涨 刚从底部要开始的 我们再来赚 30% 50%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平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